大选倒数46天 民进党推出了水果阅历 那么当然用意是想要争取农民选票 不过现在适得其反 其柿子农还有芭蜡农之外 现在香蕉农也跳出来控诉 于阅历上写着香蕉一金一元 农民气炸了 认为是影响价格 农民认为再多天灾 也抵不过这场人祸 现在香蕉的价格明明就是一金11元 民进党却推出水果阅历 说香蕉一金只有两元 连农民都痛批 天灾都抵不过人祸 这几年香蕉价格起起伏伏 最差的时候一金一块 堆满整个货柜 当时气到胶农 砍掉整元的香蕉 不愿再重 今年六月 当时香蕉跌到一公斤六元 国民党马上启动九五机制 向农民大批收购 反观2006年民进党执政时期 香蕉调到历史新低一金一元 当时农委会主委 就是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 苏家全 今年六月的事情了 那一阶期间来 在那整十天的范围来 讲过就好 不能抬那一档 你抬那一档 不能中算我三队还是 对拖累死了 香蕉价格涨跌本来就属常态 只是民进党在选举的敏感时机 拿农产品打文宣战 对照香蕉价格大跌时 国民两党对市场价格的掌握 让农民点滴在心头 周年新闻陈顾明 薛惠文高雄报道